监控画面显示 11月23号中午12点多 严城镇的闹市区 突然出现一头无人看管的牛 他一路狂奔 吓得行人四处逃窜 在一处桥头 可能是看到了这位骑车女子所穿的红色上衣 这头牛直接冲着他就撞了过去 导致女子受了损 我觉得是红车子 也受了损 最终这头牛在建设路 被民警和前来狂奔的牛冲破防线 又尝试用警车逼停这头牛 但同样没有奏效 警方便安排两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在后方紧随 随后这头牛沿着街道 时而慢慢溜达 时而狂奔 增援的武警 监控画面显示 11月23号中午12点多 严城镇的闹市区突然出现一头无人看管的牛 他一路狂奔 吓得行人四处逃窜 在一处桥头 可能是看到了这位骑车女子所穿的红色上衣 这头牛直接冲着他就撞了过去 导致女子受了损 最终这头牛在建设路 被民警和前来狂奔的牛冲破防线 又尝试用警车逼停这头牛 但同样没有奏效 警方便安排两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在后方紧随 随后这头牛沿着街道 时而慢慢溜达 时而狂奔增援的武警 小时尝试用警方便宣伤 在美兽的夹内心上 感谢观看